繼續來關心這時有數公佈今年三月到四月 金特水產品的藥物殘留 抽檐結果 抽檐585件裡面的 有5件讓檢出到動物養育殘留的情形 其中兩件是在中華的特補充所 身上的國產機能 讓檢出不可以出現的藥物殘留 這兩件檢出這些都讓發三萬塊 如果這些有問題的問題 也都要全部封掉 因為這些的機能 讓檢出裡面含糊不可以檢出的藥物 也讓比影響的情報上進步來 以我知道一般都是那個飼料桶交叉污染道 社會社長公佈今年三至四月 檢出金特水產品 藥物殘留結構 抽檐的585件產品有5件 讓檢出動物養育殘留 不符合規定 包括來自中華兩件特補充的機能兩件 兩件分別涉及南陶甲分林特補充的 國產飼餅 和一件中國政客的批判 全部都以發揮發 已經由地方政府依違反動物用藥品管理法 各裁罰3萬元 合計裁罰12萬元 以上5件不合格產品 總計裁罰24萬元 逢檢出油部殘留的兩件國產飼料 其中一件在台南 前年被國安火山獲獎設定 另外這一件是廟羅南廟市場 也算為婚人特補充的政會獲獎 那兩件不能檢出油部殘留的問題 國產飼料都來自中華 是補充的水下和鴻萬元擁有兩件特補充 分別逢檢出富家黃油美術和內卡百斤 其中水下特補充法案 王宮條所用的並不是金融 以如表示 雖然風險出的責任無關 不過很多的狀況會累積在體內 對人體造成一定的傷害 中華館董峰所表示 兩間問題幾乎兩 農總回收1,400、6個 一間報費消費 恰憑很安心 記者總法報道